建造業議會探評估工具CAT 是為香港建造業設計的探評估共同平台 工具簡單易用,希望為用戶在設計和施工階段、量度、管理 同時顯示發展項目的減碳成果 CAT的分析結果和比較介面功能 可以為用戶提供多種數據分析表 軟件會根據項目內進行基準分析 樓宇和基建項目所使用的運算單位亦可因而調節 CAT介面在2023年有不少更新,更方便用戶操作 其中一個功能是新用戶可以在使用CAT前 在項目種類Project Type中選擇試驗項目 去試用CAT的不同功能 在建立新項目的時候 用戶如果未能夠在預設的選項列中找到自己的公司名 亦可在選項中選擇其他 Artists 輸入回來的公司 然後再提交相關商業登記文件給我們 至於原數據和碳排放數據都可以用試算表輸出 同時用戶亦可輸出預設格式的PDF檔 可以配合六件環評、碳審計和ESG報告 除了量度碳排放和提供報告之外 碳表現比較都是CAT另一大功用 用戶可以利用CAT比較的發展項目在設計階段 和實質興建所產生的碳排放 從而監察和控制施工期間的碳表現 隨著建造業逐漸了解到過量的碳排放對環境的影響 我們需要建立一套適用於香港和類別項目的碳排放表現基準線 讓業界有所參考評估發展項目的碳表現 要達到這個目標很需要業界積極使用CAT 當收集到足夠的數據 就可以計算出有公信力的基準線 為計算出有公信力的基準線 同方便用戶在項目建築過程期間記錄數據 CAT 系統了三個輸入數據的方式 第一個方式是透過直接彈出的視窗輸入 在2023年CAT 加強調物料篩選和搜尋的功能 希望幫助用戶更容易找到不同物料的資訊 蘇貝夫裏面的物料碳排放因素能也有所增長 由原本900多種增加到接近2000種 另外用戶可以透過不同標籤顏色 去分辨有關物料的坦排放影證是否生效 第二個方式是透過視算表上傳 當用戶輸入第一個月的數據之後 相關物料類別會自動帶入下一個月 用戶之後只需要調整數值 不用再由頭重新輸入所有資訊 第三個方式是把之前設計設計介面輸入的數據 轉移至施工、construction介面 應對氣候變化、減少碳排放需要業界、齊心合力 近年不同公司都積極轉型 探索營運和業務的新方向 希望減少氣候變化帶來的風險 議會已經幫大家鋪設了第一步 開發了CIC碳評股工具 我們也希望大家可以走出這一步 為你們的項目註冊CAT帳戶 開始碳評股 為碳中和的目標出一分力 我們非常容易發生 我們先來打電話 先打電話 再打電話 先打電話 先打電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